台湾专题新竹县离姓女子一因布满陈姓前夫在外勾打他人 晚间趁着刑防的时候突然手持剪刀对前夫的生殖器下手 随后紧急送医 记者郭正分美翻射新竹县一名富人布满前夫在外风流 前晚八点多趁着刑防时突然捡下前夫的命根子直接丢马桶冲走 且仍不罢手朝前夫颇颜酸 前夫吓得只喊救命 杀人了 妇人也服下大量安免药 两人都被送医急救 无生命危险 警方依杀人未遂罪嫌真办 据了解 58岁的妇人与56岁的前夫过去就经常争吵 前夫曾对她施暴 妇人因此生情保护令 日前两人离婚 但仍然同居一处 前晚两人宴好时 妇人趁着前夫下踢搏起时 突然抽出暗藏在床垫下方的剪刀 直接把前夫的命根子剪下 前夫痛得哇哇大叫 血流如注 妇人拿着前夫的命根子丢入马桶 简断的找不到 生殖器剩一公分 妇人走出厕所仍不罢休 拿盐酸朝前夫破洒 前夫宝受惊吓 警呜着下提多入狱事报警 只喊救命啊 杀人了 警方及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男子满身是血 妇人也吞服大量安眠药 紧急将两人送一集救 救护人员曾试图在现场找寻男子的命根子 但便寻不着 盐派已被冲走 医护人员指出 男子伤势严重 目测生殖器尽剩一公分左右 命根子没找到 已无皆回可能 生理机能恐大受影响 我的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要据了解 妇人依因不满前夫的男女关系混乱 曾与其他女子互动过密 前晚邀前夫刑防 却在前夫婚于时剪断命根子 警销到场后 他还生气大喊 我的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要 邻居透露 两人没有子女 男子长期没有工作 都是妇人工作赚钱养家 离婚前新男子还一度对妇人动促 事后妇人验伤并报警 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偶尔会听到双方争吵声音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感谢何原因 ICLE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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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